不过小孩好好的待在家中 却也还是会有出事的状况 云林卖聊 9号上午这边一处民宅就发生了火警 一对小兄妹他们被困在火场 靠着铁窗 当时还可以向外呼喊求救 当时消防员是用油压剪破坏铁窗 但是却因为火警现场屋顶太滑了 消防员难以使力 因此很难把这个铁窗来剪掉 这时候这对兄妹还是被救了出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送医之后不治 不过家属是质疑 这样的救援人力是不是因为太少了 机械是不是也因为太老旧 才会延误救援时间 但心里很不甘心 不甘心的是儿子女儿原本救的回来的 想到两人隔铁窗求救的画面 爸爸真的很心痛 火警发生在九号上午 当时成心兄妹被困在里头 两人跑到了二楼呼喊求救 爸爸说救灾的过程错误百出 让他的儿女白白赏命 招指控的消防队拿出救灾用的油压剪 说油压剪并没有故障 就那是因为下面的十棉瓦屋顶太滑 才会使不上里 消防队被妥白板画图说明 还请来当时救灾的易消澄清 但事实上两兄妹已经葬身火箍 救灾有无疏失呢 兄妹的父亲要求单面对职讨回公道 周天新闻将带紧云林报道